這個屏東的蛙岩案 那現在都是大家好像是很努力在捐款這件事情 不過呢 蔡英文的這個防護網 這個社會的防護網好像是有一點備受質疑 這個安全網是不是 因為主要蔡英文在五年以前 就一直強調說呢 她會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 不會漏掉任何一個人 但是五年來做了什麼事呢 而且這次發生以後都沒有看到她講話 她也不知道講什麼話 她可能也沒臉講話 也沒有立場講話 對不對 這個其實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對這種精神有障礙的人 她出來隨時都可能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隨時可能傷害別人 實有所聞嘛 那這些人你怎麼來照顧她 怎麼來治療她 另外就是被她害的人 那這些人怎麼辦呢 就像屏東這個女店員 好像一開始的時候好像都沒有辦法 要靠社會來救助 靠社會覺得看不下去了來救助 那你不能老是用這種方式 你國家有一個制度 所以你的網是破了 那網破了 那你自己就吹牛說要建立一個 沒有破綻的 沒有破洞的防護網 就你沒有做到嘛 所以要怎麼加強呢 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的 那她英文說 好像現在只關心社群媒體 不太關心社會安全網問題 還有提到2016年小燈泡事件 她似乎是之前做的承諾 現在好像沒有做到 她的承諾都沒做到嘛 對不對 你說社會住宅蓋了多少 也沒達到原來的目標啊 跟社會安全有關都沒達到嘛 那每天只是希望我IG破90萬了 大家來慶祝搞這東西 這東西又怎樣呢 IG破90萬 IG破100萬 IG破200萬又怎樣呢 對不對 你社會安全網破才重要嘛 才要去補才重要嘛